丧尸爆发第48天 我们去探望被救下的大妈 可刚到门口 却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我一把推开房门 眼前浮现出一副害人的画面 只见大妈脸色苍白的躺在床上 手腕上撕裂开一道口子 留的地下都是黑红的鲜血 我们立马意识到 大妈搁腕了 我们冲入房间 我和李哲上前查看 大妈已然没了呼吸 我扭头看向被吓坏的家庭 她背下的浑身颤抖 带着哭腔说道 我离开时她还没事的 房间内顿时安静了下来 大妈为什么会割腕呢 我思考着突然想到 大妈当初被救下时的精神状态就不对劲 像是受到了极度惊吓 大妈失踪的那三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就这样我们再次怀着悲痛的心情 把大妈的遗体给收拾好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整个超市都被笼罩上一种恐怖的氛围 家庭也一直自责自己 为什么要离开房间 我也只能安慰她 这不是她的错 谁能打出这个字 我过年不断更 就这样一夜无眠 到了第二天 因为昨晚的事情 虽然大家的精神状态都不太好 不过我们还是强打起精神 写信描述了一下食堂的情况 然后用无人机给男生宿舍送了过去 让他们注意绿毛男 并且商量一下该怎么办 男生宿舍收到信件后 也迅速给出了回应 他们表示 我们之前就注意到 食堂有点不对劲 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惨剧 那个有人类意识的丧失 我们会注意 你们也要注意安全 短时间内先不要出门了 我们看着信件 心里的不安也减少了一些 接下来的时间里 因为我左眼皮 一直莫名其妙的自己挑 我感觉我们还需要制定一些计划 于是我找到何阳 原本准备再把强盗的那辆车改装一下 增加一些防御 可奈何老天爷好像不太赏脸 一连好几天都是雷雨交加 导致计划一直没开展 不过我们也有些摆烂了 经历了前些天那些可怕的事情 我们也正好趁此机会休息一下 就这样大雨一连下了四天 才缓缓停下 炙热的阳光洒在后院的地上 我们也开始了改装计划 还是之前那样 我们给越野车加了外用钢板和电网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 也没什么不同的 我们改装完后 我又让何阳去写信打听一下 男生宿舍的情况 可一个小时后 和杨雀脸色凝重的跑来 坦塌 男生宿舍联系不上了